大家好,上一课给大家讲了自定空间通过的是继承系统空间实现和自定属性的实现方式 好,我们这一课来讲一下自定空间在引用过程中如何去和主界面 也就是我们的activity或者是Dialog等等这类的用户直接看到界面如何去交互 引用了自定空间空间和主线程之间如何去数据传递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讲的课时 通常自定空间内部逻辑数据与界面的通信接口回调 观察这模式结合增强自定空间的现状性 也就是说自定空间不能写的太呆板 不能太狭义功能缺失的太多 或者是太单调 一定要通过这不同的数据或者是逻辑的实现 达到我们自定空间的一个非常封装高度封装 然后它的见状性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 如何定义自定空间在使用过程中与activity数据传递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代码的实现 第一步创建自定空间 好,回来 完成第一步 自定空间 自定空间还是什么呢 还是继承系统吗 叫Custom 我给大家定义一个 Edit Test吧 就比如说 CustomEdit Edit Test Edit Test 好 继承的还是通过继承系统的吧 继承Edit Test 然后实现构造 构造 好 实现构造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步如何呢 在空间内部设置监听器和接口类 监听器和接口类 或者是出枪类 那这个监听器 大家想一下这个Edit Test的监听器有什么呢 是不是它也有一个 就比如说我来调一下 大家看一下 叫SetOnClink 有吗 有吧 Set 还有一个Set 是吗 SetOnTouch 有吧 也是有的吧 好 这时候我再看一下 SetOnClinkLong Set OnClinkLong LongClink吧 就长按的意思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时候 我再设置一个 叫什么呢 SetOnClinkLong Edit 是叫直接 Add Add什么呢 把这一块代码让它拉点 是叫AddTest 称值吧 叫所添加的文字变化的监听器吧 比如说我来先设一下这个吧 叫On AddTest 叫Test 文字的变化 是不是 这是就是它的接听器吧 这是变化之前 变化的时候 变化之后 变化之后 就是我们这个文字吧 好 设置好 接听器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设置的设计的设计的 刚才给大家定义了 结果吧 Public Word Interface吧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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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机比如说 Get 叫专专业点吧 FetchData FetchData Callback 这是什么 因为这是为了它它的一个返回的返回的 不返回的方法 内部方法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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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ed 然后返回值是什么呢 它们这是一个比方法给它返回一个 这一个result 叫然后我们这边定义的这个类声明成一个变量形式 比如说叫 public 他 然后定义一个变量把它对象 所以一个构造对象 好这个时候 我这边再 set 一下 外界可以传它是吧 构造 这个 set 方法写好之后 外界数字可以直接 set 一下 写好之后 那我想把这个数据 就是 editing 在输入过程中的 这个数据传给 activity 主界面 我要传给主界面 那这时候传给主界面的时候呢 那你是不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通过他 调他的方法传给主界面 是不是我这一刻的他 对象打定 callback 叫什么呢 edit.to stream吧 这个时候就比如说我这时候 你输入的空字不串 那这时候不想回退 这时候你就比如说你 不想把这空字不串 回退属于 你这时候是不是要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吧 好 这时候 判断一下之后 这时候我就 if result if result result equals 是不是 equals 空字不串 这时候不等于空字不串 这时候不等于 然后我这时候满足条件 然后我把它传给他 这时候传的是不是 result 传给他 好传给他之后 这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在外界只需要调一下就可以回去了 这时候我们怎么如何去调呢 什么还是得找主界面 主界面是我们这个APP底下 man底下 java底下的man activity吧 是不是 好 在这 我们还是要先布局吧 不布局你肯定引用是不了 好 这是我们上一课的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 再 再起一个ID吧 给他 叫8-2 8-2 好 紧接着我们再引用我们自己的空间叫 ID test ID test 他宽 我就比如说先定一个200吧 200dp 哎 然后高度高度我这时候就比如说包裹 好 这时候它是位移blog 叫位移的是 8-2 8-2 好 8-2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在是可以实力化 实力化这个对象的吧实力化对象是不是 还得定义一个ID啊 ID叫 ID test ID test ID test ID 好 这时候定义它 然后我们在这一刻是个首先还是一样 先声明一下呀 声明一下呀 声明我们这个对象叫什么 Cust ID test 是不是他呀 ID test 好 那这时候还是一样 给他要 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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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地一下 出了 画嘛 是吧 然后 是他 对 好 之后 进 接着 我是不是可以 赛他呀 这个对象是不是可以赛他 赛他 是什么呢 是 是不是有个方法方法特别给打 错了 你看 这是黑色 这就是我们自定义的空间的一个里面的方法吧 好 FIT 好 这个时候我把数据是不是给出界面了 你自定义空间你要把数据这时候你要通过这个回调 这个时候我们有当个图丝了 图丝点 man this 点 insert 给他打出来 点 图丝 点 shout shoot 是吧 好 这时候我把这个数据给他图丝弹出 这时候包装包装了是上下文环境你用不全吧 man 点 this 啊 这时候我是不是在这个界面输入的 文字输入好之后我就给cowback回调给主界面 这个时候主界面是不是就可以输到了 就输到了 好 这时候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下效果啊 便宜 这个在给你 成功 工作好 安装成功 我来看一下打个门期啊 这时候是不是我水区比如说我输入的麦子学吧 麦 嗯 编书他这时候就编出来了 麦 子 雪月 麦的雪月吧 是不是啊 他一个镜子使出了这个门期不比手机啊 门期手机有点慢 大家看下这个速度肯定 也在手机上这个时候可是非常快的 好 好 然后回家回来了 这时候回掉好了之后我删 大家注意看到了啊 删到最后一个我等一下来删 然后这时候看空这时候他会不会弹图斯 删到最后一个手 等他图斯不提示的时候 再删除一个 好 这时候 马上 是一个了吧 好 这时候我再删除看好图斯会不会提示啊 刚才判空是否起床 好 煤炭图斯 煤炭图斯 代表这个提示判断是不是起效果啊 好 这是一种通过interface 那好 那我们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啥呢 hablick obstract obstract 还是叫fit fit fit 这里叫fit data 然后这里我不叫fit data 叫获取吧 叫 get 叫get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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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get data cobet 我跟他想不一样 好 这里是有 嗯 pastract 应该是class 这时候 这时候 这时候定义了 对啊 啊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这一块 这一块 是什么呢 啊 这一块 这个 是说明这个类必须不能是这个了 这个就不能定义成抽象类吧 因为定义抽象类的因为它是继承性的空间了 所以说这个你不能定义成这样 只能定义 interface 啊 这就是我们interface的实现方式 那 啊 我们 除了这个ltest 回掉 回去之后 那我们这时候是不是setonclick setonclick setonclick setlong吧 long 长按 长按这个比较特殊一下 on long link 好 这时候 这方法是啥意思呢 方法已经 不是特别建议使用了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他已经 那这个lom不行的话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 给他定义一个什么呢 定义unclick listener 这个总得可以吧 是吧 这个方法肯定是好使的 这时候点击这个will 点击这个will 我把这个will 这时候 我们结合上两节课讲的这个自定义属性 自定义属性 我们这个时候把它放在这的话 就比如说啊 这时候我在这里再定义一个 定义一个自定书性 自定书性 我这时候叫叫什么呢 叫stable 叫 custom 他吧 这个test 好 这时候我在定义一个 editest editest 那时候定义一个显示的默认显示颜色吧 默认显示我随意文字 就比如说这时候 formit formit 还是 比如说 生产 这个text 好 这个时候 这个 自己用的type type 把自定义属性 获取出来吧 自定义属性 获取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把资源再 调整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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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叫batt 但是不是batt 但是不是batt 是叫custom 这个水印嘛 是他嘛 是不是 所以我把它弹出来 我把它回调给主页 比如说 比如说两个方法吧 写一个叫callback resource callback data data resource 比如说 它是 在第一个方法 叫 c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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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好 这时候 它也是回调一个 数据 content 好 这个时候 你在主机面设备 还要再实现一个方法 因为有两个了 是吧 好 实现两个 那我在这里 是不是 我 就大家刚才说了 我要把这个 再次点击它调用 这时候它叫clink了吧 clink 这时候是不是叫hint hint test 是不是 这时候我就是 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调用 这时候我把这里 给大家图丝再弹出一个 这是我两个方法互不干扰吧 因为它是两个行为产生的 大家主要可以看一下 两个行为产生的 因为一个方法是你这个行为产生的 一个方法是你clink行为产生的 那我这个时候 就是两个回调给两个不同方法 这样的话可以单独处理好 我们的运行再看一眼 正在安装 安装完成了 好 我再看一下啊 就需要这里输入个我的名字吧 好 这时候名字图丝已经弹出来了吧 图丝弹出来了之后 这时候我是把它点击一下 好 我点击之后 这时候水印文字是不是没有 为什么没有 没有是啥原因呢 是因为我这里布局里面没有引用这个自定义属性 它没有给它复值吧 是不是 所以说我在这里给它复个值 复个值 所以说它是空的 这里 OK 这个 看一下这个文字颜色 没事啊 点击一下 是不是麦子群愿 说出来了 因为这个看的不是太清楚啊 我把这个再给大家添加一个属性 叫什么呢 叫叫叫颜色吧 亨特 泰克斯 好了 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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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我这边在这给它试个值 叫亨特泰克斯 好了 这个 叫的名字是什么 亨特泰克斯 亨特泰克斯 大家看一看 因为这个时候还在编译 好 编译 马上完成 编译马上完成 好 编译完成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引用一下 出来了吧 是不是它 这个时候 然后我就比如说 抠了 抠了 抠了这时候 叫 绝对吧 亮色吧 大家再看一看 这个效果 应该是比较明显了 大家讲的主要意思 还是 怎这样啊 你也能看出了 不小文字 它是一个水印文字吧 好 就是这个编译啊 编译 编译 编译完成 正在安装 好 安装完成 我们再看一看啊 麦子奇 这时候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属性 这个文字 是不是 说这个颜色 还是有问题啊 比如说 我设个 这个颜色不是特别的好 那我就给它设一个 叫 不路吧 蓝色 黑色 黑色 黑色应该是最敞亮的 因为这个是 hint 是 不是它系统hint 所以说 这时候它应该也是显示不出来 只是复制了 那我怎样才能让hint显示出来呢 因为这个不是显示的文字 只是这个文字的颜色 所以说 这时候 我这时候 只有把它里面 填出文字了 那时候字体才出了吧 是不是才出来了 那我点击一下 点击一下 我是不是 它是另外一个字啊 所以说 这节课呢 我给大家主要讲的就是说 把这个自定空间的数据 去传递 给回这个activity 那activity如何去以用这自定空间呢 比如说自定空间里面有一个方法吧 叫一个public wild wild 叫set tags sets sets吧 就是说 我传递一个int 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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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这时候sets tags sets 它叫 叫它嘛 这时候我如何去在tt人设置 引用这个资源呢 这个就非常简单了 还是打点 打点 就是对象嘛 因为它是不是个对象 对象打点直接调用 好 这时候 我 就比如说我这里设置一下 设置 sets tags 这时候调用是谁呢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时候我 我把为了把这个名字 cus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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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得就是 大家看错 sets custom sets 就是我起一个叫25吧 长大一点 就是我在运行看一眼啊 是否有效 就是我自定空间掉到这个里面的属性 好 字体已经变大了 是不是 已经变大了 顺便起效果了吧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刻讲的主要内容 自定空间 大家看到了 就是把这个数据 callback 传回给 主界面 activity 主界面直接通过自定空间 大列可以调到里面的方法 前提是里面写的是public的 你写个public的肯定引用不了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刻主要给大家讲的自定空间三的数据成定和通信 好 我们下一刻给大家再讲一下这个事件冲突自定空间里面事件的冲突 我们这一刻就讲到这里